是,是先寫日,下來以後直接繞 這裡先寫竖話喔,再起來 挑過來以後直接滑動下來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是不是直接先寫那 這是不可能的啦 可是它黏成這樣你怎麼證明 我們看別人嗎 這個竖話再寫,看不清楚 沒關係,下一個 這裡這裡繞過來 你還是說看不清楚,沒關係 再看一個,這總清楚了吧 它繞得這麼清楚,先寫竖話再過來 再納 那我們看它的忠實擁護者 竖話,對嗎 所以是先寫竖話 然後再寫撇納 納一定是最後一個 上面的日啊 就是寫的窄窄的,瘦瘦窄窄 這裡又來了,它老是喜歡這樣寫 我只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不過它這麼寫 基本上我也不會去改它 我們沒有任何資格可以改這些偉大的作品 不管你是誰都沒有資格 照著寫就好 日,日沒什麼問題 就是楷書畫的點 裡面的連笔的動作比較少 是寫的輕啊 所以相對這個日就寫的重 這是一定的道理啊 當然也不是說非這樣重不可 書畫家就是有辦法每次寫的不一樣 下次再出現,它就不會這麼寫 這個字看起來是比較重 那也 那也在寫的時候跟那個九字一樣 永和九年的九 它這個符合勾到最後都勾進來的時候 就勾得很大 這是它的習慣,那個九也是習慣讓整個彎進來彎得非常大 因為我們後世寫大概往上或是一點點往內 但它這個弧度真的是繞了一個360度的感覺 我們來看這個看不太出來 但是往上 這也稍微往上 大概沒有到360度啦 這個也是往上一點 但是這個弧度都比較小 照本就比較正常 大概90度左右 那我們來看它的整個都包進來 這個從第三個字 永和九年的九就如此 也是代表它一個寫字的習慣 重按抬高折下來一點點 下面又一點 欸!輕體 繞動過來 那個細絲都是我刻意去保留的 這個細絲我刻意去保留 因為它就是有,你就是要寫出來 然後椰到後面呢 這個又勾進來 跟那個永和九那個九一樣 往裡面勾得非常厲害 天天上載下寬 這沒有問題啦 整個筆法運行都非常漂亮 天天薄滿 這個傾斜 這個有調上去 那這些細絲 一直在強調那個細絲 能保留細絲 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齁 很多人都以為細絲很簡單 其實很難 狼 狼沒什麼問題齁 要有問題還是這個問題齁 他寫完這個橫折下來 再寫一橫的時候還是繞了一下 一般下來的時候就直接滑過去了 比較不會這樣通照一下 這是他的習慣動作 我們看別人就沒得習慣 魚本沒有 儲本是連進去根本沒有 黃泉本是滑出去沒有 照本也不會 就是 縫本 通常都橫畫 有時候就會無緣無故再來繞一圈 這樣子齁 這是他的一個習性 狼 狼是上重下輕 這是重的 然後又折下來 這是重的 然後又變輕的下來 他這裡又喜歡繞一下 繞一下 上去 這裡非常挺近 受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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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一點 抬上去以後 又擠下來 逆上去 上去以後 這個橫畫 再過來 再有點弧度 其實這兩個橫畫並不平行齁 氣 氣寫得非常漂亮齁 那你要注意的是氣 通常這裡如果是正中間 這個米字的中數 絕對不會在這上面 一二三這三行的正中間 他一定偏左 這邊一定會突出來 我們看其他人齁 這不只在行書齁 在楷書也會 你看都故意讓他突出來 這樣才會有伸展 你看這下來 都伸出來 氣是一個難寫的字 它是這樣扭下來齁 然後這邊 細落由絲的 鉛絲的 線條 一定要寫出來齁 一定要寫出來齁 不然會覺得那個字的身材不足 精神不夠 那這米其實稍微靠左邊一點 這稀落由絲的筆畫 把它點出來 輕 輕就恢復它的底順齁 先寫三橫 繞上去以後 直接滑下來 寫月 等於說那輕 是這種筆順 那我們剛才講的那一個 輕 又不是這個筆順 所以同樣的這個輕字 偏旁 這個輕字 兩次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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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 輕 輕 點 彈起來 點 連下來 輕 然後這裡有點細落由絲 這個 有沒有發現三個橫畫的齊筆都不一樣 一二三 三個齊筆方向的角度都不一樣 這個頂得非常高 然後下來這邊以後 它又直接來接下面 等於 輕字都這樣 輕字 就不一樣 右邊拉得很低 這次偏 左邊 有時候偏右邊 有時候偏左邊 會 這裡的疏密做的是比較誇張 尤其在這邊 上面這個可以寬 下面這裡 一二三 這三橫下面寬 上面窄 一般 行書不會這麼寫 雖然它這麼出現 但是一般行書不會這麼寫 你看下面的比較平均 有沒有 比較平均 除本我怎麼看都像米膚本 不像除本 你看這個間隔都比較均勻 在均間 間隔均勻 都比較均勻 所以 它這跟我們後世的寫法不一樣 上面就是緊 下面就是鬆 那有沒有必要這樣子呢 就是見仁見智啊 會這個油絲 請你保留向中間集中 然後它彈起來以後 拉高折往內縮 提到上面這一個 上下靠得很近 這兩橫很近 那上面這個斜的很長 先點一下 再扭下來 好 那下面這裡 距離又比較遠 所以這間鋸器是不一樣的 然後滑出來 有點兜進來的感覺 然後右邊拉得非常的長 長長長長長長長 上來比較稀弱又濕 不能斷 風 風有什麼問題 風 看起來是沒問題的 這問題是下面 這帶的處理 我一直覺得看起來不太舒服 不知道它到底想要怎麼處理 其實一般要嘛 要點啊 不點就直接帶下來 直接到這邊直接往下帶就好了 那我們看這個 要嘛就點一下嘛 不點就往下帶嘛 不點 也學得有點像 風 幾乎都是直線 上去以後這個滑上來 那寫得比較重 那中間的重 回 這次是靠右邊的線條 拉上去 這裡實在是看不太懂它寫什麼 大概這樣吧 就代表有點了 和 那和擺明就寫錯字嘛 和是一個口 不是一個約 不過他已經寫了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余本就不靈了 儲本也不靈 黃卷本就靈得很像 又多一橫 照本就直接打個叉了 其實也算是一橫而已啦 所以這裡面比較大的爭議 其實零就零啦 但是寫的時候 自己在創作的時候 就不用像他這樣寫錯字 啊 這樣怪怪的 和 這個和跟永和 九合裡的和就不一樣了 顯然挺進 受進 受進 受 和進到 這裡弧度 那這裡是寫錯字 應該它是這裡一個 然後這裡一個 唱 唱跟我们后世写的地方有个地方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这边这么宽 这边这么窄 这边窄到完全看不到 米图正常是有正义的 我们来看下面的是不是这样写 其实还是留一点宽度会比较好 写的真的有点窄 黄圈本有宽度 罩本宽度也够 第二个要注意哪里呢 一二三 通常偏旁最后一束写完的时候 要往右走 这个竟然是往左走 类似有点往上带上去 一般比较不会这样 我们来看下面有带笔的动作 这里有个尖尖的 穿出去的感觉 看不出来 张问胡滑过去 因为这边感觉比较顺势 那他这一个方式 往这边勾上去再回头写的 在后世行书是比较少见 除非他这里是一个勾 叩咬就没办法 因为它不是勾 它只是束画 唱 唱 歪过来 弹起来 弹起来 交错 每次右边这个下角都比较低 那这上去上去以后 右下角又很低 那这里往上勾 勾上以后才来写 這邊,那這邊降的比較低 注意,第一個不出風 第二個才出風 羊,羊看起來它寫的硬挺,輕鬆 沒什麼不好 那如果單純的話 這裡面,這裡出本就有粗細了 這裡是寫的輕鬆 下面是壞掉的,不是它沒有 這個羊就超輕的 感覺寫的比較輕鬆 最後一個字了 就稀稀碩碩的 就稀稀碩碩的 好久了 好久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